马克龙从尼尔召回大使并撤军 被羞辱的背后必将因美国撕裂 该来的总会来 发生在非洲大陆的尼尔政变 法国终于服软认输了 马克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驻尼尔大使将离开尼尔首都尼亚美 法国驻尼尔的1500亿军人 将在数周内开始撤离 并在年底前完成撤出 尼尔军政府回应称 标志着该国迈向主权的最新一步 基于相互尊重和主权的合作 新时代已经开始 早在8月25日 由尼尔政变军人任命的外交部长 桑加雷 士涵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 要求法国做出上述撤离行动 但法国方面拒绝执行 早些时候 尼尔军政府方面曾发表声明称 尼尔将对法国商业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 以使军政府能够重新完全控制其领空和领土 马克龙一度声称将展开武力干涉 同时痛骂拜登不愿意坚持价值观外交 随后法国没有等到任何西方盟友的支持 西非共同体也不愿意武力干涉 法国在尼尔的存在 反而变成了当地支持政变民众攻击的目标 马克龙在尼尔政变问题上的服软 意味着法国殖民利益在非洲大陆的一次大溃败 这不仅仅是输给了非洲民意 也以美国在背后捅刀子有关 首先美国一直不下场 导致法国独目难知 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发动的任何对外军事干涉都是团结的 其前提是美国带头干涉 因为这样的干涉行动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而这件事情证明 美国不会在军事干涉问题上帮助法国 也意味着法国以后以美国在国际事务上进一步决裂 拜登政府的所谓不干涉主义 或者是只愿意通过政治协商 而不是动用武力的方式来干涉非洲事务 让法国没有底细继续保留殖民主义宗祖国的角色 马克龙态度强硬 但法军的实力有限 毕竟真打起来是要死人的 政变发生后 数以千计支持军政府的尼日尔民众 在法国驻军基地附近集会示威 要求法军撤离 法军同尼日尔军队反恐合作暂停 一些部队原地扎营无法移动 另外呢 法国大使实际上已经被尼日尔军政府扣为人质 尼军方阻止向大使馆运送食品 法国人只能肯军用干粮 第二 尼日尔的民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这让法国最终认识到自己是多余的 尼日尔军政府推翻民选总统 按理说 应该会受到普通尼日尔民众的反对 应该有不断上演的游行活动 希望法国站出来主持公道才对 现在的情况完全相反 更多的抗议是发生在法国驻尼日尔大使馆前 有些人高喊普京万岁 要求法国大使法军和法国企业滚出去 这就是法国人常年对尼日尔进行资源剥夺的后果 这样的民怨 从本上来讲 还是法国支持的民选政府统治的失败 这反而从一个侧面证明 军政府顺应了民意 法国如果继续坚持 那么动用武力就是唯一的选择 然而 1500名法国军人不具备打败政府军的实力 或者说不具备威慑力 第三 尼日尔不惧怕欧洲强权 从而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 这意味着非洲的半殖民时代的终结 有可能会带来更深层次的示范效应 原尼日尔政权代表着西方殖民者 法国的利益 是一个买办政权 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油矿资源 几乎都被法国占有 尼日尔只得到了1500万美元 尼日尔军政府收回油矿 铜矿等权益正当合理 它代表的是尼日尔人民的利益 尼日尔军政府不但有民意支持 还得到了俄罗斯瓦格纳的支持 这对法国是很大的制约 法国甚至还要反省 它在其他非洲国家中的所作所为 总体而言 法国是核电国家 尼日尔是油资源主要出口国 因此马克龙为了法国的利益 想拼死一搏 这是老殖民国家的疯狂挣扎 但现在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美国不愿意帮助法国 维持自己的殖民利益 必然会对非洲的地缘政治 和全球战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这一点值得我们后续密切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